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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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what is up guys 我是喜欢穿着拖鞋看视频的老伦 这次呢是我弟 一二三四五六 哎 已经数不清多少次尝试回归了 已经被吐槽成狗的我 还不是默默的给你们回来做视频了吗 惊不惊喜 一不一 哎呀 啊啊啊啊啊 佳子 啊啊啊啊 一 哇哎呀 我去 啊啊啊啊 佳子 啊啊 言归正传今天要给大家开箱了这个东西呢 可牛逼了 相信呢 大家小时候都有看过七龙珠这一部动漫 也有过那个中二的时候 哈 其实实不相瞒 我的真名就叫做 森无论 耶 超线 眼神 咳咳咳 嗨 太久没有拍视频 眼神 要是你觉得我今天就是为了给你们炫耀这些手办的话 那你就猜对了 就是来给你们看这些手办的 康桑music and 一些漂亮的B-roll Let's go OK 今天的视频都在这里了 Peace out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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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都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嗨过了 看到标题封面进来的你们 肯定就是为了看这一双鞋子 Halashima Tsai 进错动画了 那是火影仁者 好了 好了 不玩了 不玩了 这双鞋的前身就是 A9R1和Off-White的联名全白配色 这双鞋的市价是一天比一天贵 现在据某平台的价格显示 是在3万人民币左右 而我 你的轮哥 拿着一双3万人民币的Off-White 去做定制球鞋了 但是没关系 我相信是值得的好不好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用你的双鸡给老铁来个666 看看 一道美味可口的AJ1就制作完成了 听 empire Jun for the if compos max 是几天捏 Mot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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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哇 哇 哇什么啊 我旨就看过这双鞋长什么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噔噔登登登 首先有没有,直接映入眼帘的第一个东西呢,就是在鞋面的这个龟还有物字 看过龙珠的朋友们呢,肯定都知道,这个是孙悟空前妻和后妻战斧上面的一个logo 龟和物分别的代表了他的师傅龟仙人还有物,他自己孙悟空 整双鞋的色调呢,也是按照他的战斧来设计的 你看橙色还有蓝色的搭配,就是他那个战斧的颜色 这双鞋不得不让人感叹,这个设计师真的是在系列上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 首先呢,整双鞋就有很多那些黑色的勾画,在边边角角的位置 这样呢,就直接注入了给这双鞋很多二次元的这个感觉 原本鞋底上的air logo呢,也是被他涂白了之后 换上了kakarotto还有goku的两个英文单词 他们翻译过来分别就是卡卡罗特还有孙悟空啊 而整双鞋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这个spoosh logo 这位设计师呢,很聪明的把孙悟空脚上踩的金斗云放在了左脚上面 而对应的是他小时候在龟仙人那儿训练的时候用的金斗云 而在右脚上面呢,这个是最炫酷的一个龟派气功的这个气功波啊 把它放在了这个右脚上面的这个spoosh logo上面 刚好也对应了悟空后期所用的大招就是龟派气功 这两个spoosh logo呢,放到鞋子上面真的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反而成为了这双鞋最大最大的一个亮点 当然鞋子内衬的这一块英文肯定也会被改掉了 从OPWAI for Nike改成了Goku for Dragon Ball Z 从Air Jordan 1呢,改成了Earth's Mightiest Warrior 意思就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英雄 也从Beaverton Oregon USA这个地方呢,改成了Planet Vegeta 也就是把耐克的总部呢,搬到贝基塔心去了 而最后一行的1989,也就是龙珠开波的日子 当然呢,还有鞋带的部分,他们把整个鞋带都变成了黄色 也就是赛尔人的头发的颜色 而鞋舌内衬呢,写了一个45 也就是说这双鞋是这个设计师做的第45双龙珠的这个赫制版本 整双Off-White AJ1全白配色呢,已经被改的面目全非了 但你会问,老伦,你这样值得吗? 我觉得,就算是还给我童年的一个回忆吧 值得 Alright guys,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别忘记like and 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点赞,评论,投币,转发啊什么一个一...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Peace out guys,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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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